耶稣被带到比拉多前上 一到清神 师祭长 长老及经师 和全体公义会商讨完毕 就把耶稣捆绑了 解诵给比拉多 这里是马亦谷福音第一次提到比拉多 圣史没有介绍他是谁 因为福音的读者都认识 这个将耶稣钉死的人 班爵比拉多 是公元26至36年间 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 他的总部设在地中海沿岸的海撒勒雅 因为犹太人的朝圣节日 特别是以国家解放为主题的逾越节 通常都会吸引大批民众 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 为了防止疏乱和暴动 身为总督的比拉多 会亲自去到耶路撒冷坐镇 和当地的犹太领袖合作 维持治安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上文记载 犹太宗教领袖以耶稣自冲为 墨西亚 那应受赞众者的儿子 这个涉性罪 判处他死刑 来到罗马总督前 原本的宗教罪状变成了政治的罪名 犹太人的君王 这个称号通常出自非犹太人的口 犹太人会称自己的君王为 以色列的君王 或者墨西亚 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耶稣被指自称为犹太人的君王 很可能就会被罗马人理解为 他企图在犹太和耶路撒冷 重建以色列的王朝 就好像公元前 二至一世纪的阿斯摩乃王朝 耶稣的回答 无灵两可 从世俗的角度看 他这样无疑是使人 有机会对他作出准一步的政治指控 但是 马耳谷在这里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他要描绘一幅旧约的受苦的疑人 被骗人说谎的舌头出言陷害 被毒恨的言语四面评击 这样的一个图像 这正是福音的夏文所描述的情况 司制长控告他许多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 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没有回答什么 以致比拉多大为经意 施制长等人 从耶稣无灵两可脚答复的逢规 乘机控告他许多事 耶稣对于这些指控一律无答辩 比拉多反而帮耶稣着急 他其实是问耶稣 你不知道不为自己答辩 会给人一个诬告你的机会吗 至于比拉多感到大为惊异 表示他认为耶稣是无辜的 因为无辜的人 临死都不抗辩 根本不合情理 事情怎样解决呢 镜头一转 来了一帮群众帮比拉多解围 每逢之日 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 他们所要求的囚犯 当时 有一个名叫巴勒巴的 他是与拉歇在暴动中 杀人的暴徒一同被囚的 群众想去 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 从十四章一节所写 两天后就是如月节 可以知道 这里的节日就是说如月节 在这个为纪念以色列文 获得天主拯救 脱离奴役生涯的如月节 释放一个罪犯是恰当的做法 即使现代 也有些国家在节日 特赦囚犯 在古代希腊罗马世界 囚禁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惩罚 并不普遍 所以一般的猜测是 囚犯是指仍然等待审讯 或者是以被判处死刑 等待被正罚的犯人 情况与耶稣的相似 旁白指出 群众想去 要求比拉多照惯例办事 暗示是群众主动 要求比拉多释放巴勒巴 比拉多会不会顺从文宴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展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